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国际战略布局就是挑战从1944年布列登森林协议之后 到了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结束之后 分别成立的IMF以及世界银行 这两个机构在那个时候都是完全美国单方所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 而当时的全球几乎除了美国之外都是属于战后的废墟 美国所代表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 以及美国在IMF里头享有绝对的否决权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 在今天21世纪2015年这样的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的介入越来越不可被接受 所以最近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前发改委 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李道奎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该吃惊的不是美国 有这么多的国家要参加亚投行 是我们中国才吃惊 我们以为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阻拦 但是我们还是大胆的提出来 结果在过去这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 全世界有将近40个主要的国家宣布参加亚投行 而就在这个周末之前 包括了俄罗斯 派出了他第一副总理 在博鳌论坛里头 以俄语直接的宣布 他们要加入亚投行 澳洲本来考虑美国的态度 最终也宣布要加入亚投行 另外在稍早之前最早 等于是背叛美国的是英国 英国之后卢森堡 瑞士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那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这个礼拜包括了荷兰 包括了奥地利欧洲国家 也参加了亚投行 还有另外两个金砖国家 巴西跟俄罗斯 还有Georgia都宣布参加了亚投行 亚投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截止日期 3月31号之前参加的 就可以成为创始会员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像目不暇击的 好像一天之内会听到好几个国家 怎么前一阵子都没宣布 最近全部同龙都宣布 还像骨牌效应的 这也是为什么李涛奎说了这句话 他说该吃起来不是美国 我们中国才吓一大跳 那么这呈现出来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所规划的金融的秩序 在今天是已经没有办法被接受了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基本上如此评论这件事情 他认为中国当时在设计亚投行的时候 他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我没有否决权 我发起这件事情 我出了500亿的资金 但是我没有否决权 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上的设计 所以就跟IMF美国完全强制性的介入是不太一样 一个国家拥有对所有议题的否决权 这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不同是发展中的国家 像东南亚国协这些比较穷困的国家 他们急需要基础建设 而这个亚投行所针对的不是像IMF 或是世界银行这种金融秩序的重建 他针对的就是基础建设 我怎么样帮助这些在发展中的国家 他的基础建设 因为他们都相当的落后 所以他们需要资金投入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特别对于像中国大陆这些国家 像澳洲也好 他们都是需要把他们现在过剩的产能 包括钢铁 包括水泥 包括矿产 放到这些国家进行基础建设 而对这些落后的国家 他们非常需要这些 比较拥有多一点资源的 或者是发达国家 低世界的国家 来帮助他们发展他的基础建设 所以他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大家要做生意 有钱的人希望能够来这里投资 帮助自己国内经济上投 现在很大的困局 这是欧洲 产能过剩的 希望他能够把他的产能 放到这个地方来 也扩大他的影响力 这个是中国大陆 另外还有像澳洲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 是自己很落后的 那么他需要这些国家 来带动他们能够发展 这是很多东南亚国协 或者是土耳其 或者是像Georgia这些国家 那么因此大家一拍即合 那么马上都觉得 不加入是不行的 何况在3月31号之前 就是截止日期 就是创始会员国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一个礼拜下来 像骨牌效益一样 好像一阵风吹过 所有的国家几乎纷纷宣布 都加入了亚投行 赶在3月31号的截止日前 无视美国的不悦 韩国递交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申请书 韩国是美国在亚洲一大盟友 但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 彼此有着深厚的经济渊源 预期今年上半年 两国将完成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FTA 考量到自身利益 韩国也尾随新加坡 印度 英国等国的脚步 申请成为创始会员国 韩国企划财政部27号自曝新机 说希望韩国加入亚投行后 国内的基础设施公司 也能从中受毁 在具有优势的电信 能源和交通等领域拿到订单 BBC报道 韩国宣布加入 让仍然犹豫不决的日本 大惊实责 因为这预示了 美国东亚同盟架构的崩溃 日本才向24号受访时 表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对亚投行的透明度等议题 仍有疑虑 但否认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是零和游戏 希望两家机构能攜手合作 严守满足亚洲月见高涨的融资需求 这和国际货币基金RMF的总裁 拉加德的公开表态不谋而合 拉加德在北京参加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 表示乐见中国创立亚投行 全球基础建设计划为数繁多 根本没有竞争的空间 只有庞大的合作空间 我们真的欢迎这个专业 中国夹着日益壮大的金融实力和国力创办亚投行 摆明了冲着美日而来 以往亚太地区基建的投融资大多靠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一向由美国和日本把持 华府更透过亚洲开发银行 市盈和IMF 强化和欧亚伙伴的关系 并引导开发中国家采取西方价值 更强拔美国支持的改革 作为金融援助的附带条件 北京当局抛出建构亚投行的构想 无异于直接挑战华府的地缘政治利益 对正试图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美国来说 无疑是一大反错 美国以亚投行在政府连结 环保和社会正义上贷款标准过低为由 敦促各国加入前三思 但美国的盟友却一个个投入亚投行的怀抱 最坚实的友邦英国 更是第一个表态加入的先进大国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夫表示 应该把亚投行视为对全球机制的辅助 我非常非常地支持 西方国籍 特别是美国 参加联盟友博士 参加联盟友博士 所以参加联盟友博士 甚至有些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社会会成为满足 而中国也会成为满足 奥地利24号也决定加入亚投行 成为既因法德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后 第六个加入的欧洲国家 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史迪格里兹也表示 美国阻挠印尼韩国等国家加入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当 因此世界银行出帮助 美国银行出帮助 区域政府今天也帮助 美国金融合作 美国银行专业交易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国社的社会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欧洲国家先后加入的一大关键 是中国提出没有单一国家能支配亚投行决策权 即使注册资本1000亿美元 中国出资500亿 却主动提议放弃在亚投行的奉决权 这与IMF和世界银行长期以来 单边决策的做法大相径庭 美国在这两个机构投票权不到20% 却支配了部分重大决策 这种组织结构多年来饱受诟病 IMF在2010年曾通过进行一连串改革 将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 改革后中国将成为第三大成员国 但2014年底的改革年限已过 美国国会至今仍未通过表决 也间接促成了创立亚投行的动能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格尔·舒安洛夫 今天在国奥论坛开幕式上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决定 俄罗斯将会以异象创始成员国的身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那么截至目前亚投行的异象创始成员国 已经超过有30个 此外巴西总统府27号晚间 发表了简短新闻公告 表示巴西将会以异象创始成员国的身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美国在亚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盟友澳洲 28号也由财长在博敖论坛上宣布 29号上午澳洲将正式宣布加入 美国至今对亚投行的态度 依旧是满腹质疑 金专制副欧宁尔认为 美国若决定置身事外 会是很大的错误 还研判美国财政部应有很大的兴趣 向加入亚投行 但国会肯定会否决 我认为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 是很轻敬的 我认识不认为 你会看到它 但在美国的护士 他们在美国的护士 判美国 这一件事 我认为 一件事 错误的 因为 这一件事实际上 是显示 这件事 美国 是 的 所有的 好